美国国务院经济暨商业事务局首席副助亲今天受邀来台 与台湾产官学界领袖讨论台美双边关注的经贸与投资议题 他表示台湾的金融相关主管机关应该要积极的救投资者保护 还有法规松绑等项目来改善 才能为私募基金创造友善的投资环境 加速进入TPP的脚步 美国国务院代表Kurtown20号受邀来台演讲 是不仅重申美国重返亚洲台湾加入区域经济协定的态度 他也表示全球区域经济整合下 各国都在争取更多的私募股权基金参与投资 他指出台湾政府金融管理的项目落后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许多 政府应该积极改善投资的环境 加速区域经济整合的脚步 会认为超快高下购义 对台湾的条例 从来说开始 非常安全 die 金管會副主委黃天目表示 主管機關將從幾方面具體改善相關的規範 希望為四目基金創造更友善的投資環境 Kurton這次來台與台灣的產官學界領袖 討論台美雙邊關注的經貿與投資議題 他特別點出 台灣的資通訊產業具有很好的體質與競爭力 不過政府應該移除法規的障礙 也應該整合各界的資源 成為亞洲矽谷的目標才能舉日可待 郵件TV中心羅正輝 台北報導